羚羊主动将头送进了狮子嘴里 随后从里面掏出了水晶球 今天正是马哥的生日 作为动物园的明星动物 几人过着奢华的生活 有人专门擦鞋 送上青草 泰式按摩 水果大拼盘 针灸治疗 各种不要 喜护服务 上等牛排样样不少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开源之石 尽情地表演 大壮被称为纽约之王 每一个动作 都能令人们疯狂 马哥的技能就是口吐莲花 被他喷到的人 都会惊声尖叫 翠花是动物园的颜值担当 出水芙蓉是他的专属技能 陆哥是劳病鬼 一点点伤痛 他就要求做全面的检查 欢乐的时光很快过去 四人聚在一起 为马哥庆生 陆哥送给他一个体温计 翠花则是拿出蛋糕 几人唱起了生日歌 然而这并没让马哥高兴起来 看着墙上的壁画 他在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几人都劝说马哥别想太多 动物园才是真正的天堂 马哥却沉默不语 独自走上了跑步机 翠花要大壮去安慰马哥 一阵叮嘱下 跳进了水石 大壮一阵好言相劝后 马哥虽然嘴上赞同 可他走后 毅然呆呆地看着壁画 与他不同的 便是这四只起了 三只负责吸引游客 另一只在挖洞 就算是勺子坏了 同伴还会为他再抢一只 在不懈地努力下 他们终于挖通了地道 可却挖到了马哥的地盘 明白方向错误 四小只继续在挖 马哥上前询问 他们还威胁他 一定要保守秘密 否则就把他做成跑权马 几人的举动 提醒了马哥 到了深夜 路哥叫醒了熟睡的大壮 表示马哥不见了 他从这个洞逃跑了 大壮焦急地翻脚 翠花表示要先报警 大壮拿起电话 拨通了号码 可那边听到的却是嗜吼声 这让他意识到 人类靠不住 还得他们亲自去寻找 大壮利用路哥翻出了墙外 翠花则是暴力通过 两只猴子也跟了出来 就在几人担心马哥之际 他则是悠闲地逛着繁华的都市 为了尽快找到马哥 三人决定乘坐地铁 停车之后 他们走了上去 这可吓坏了乘客 一个男人更是躲在报纸后 瑟瑟发抖 片刻之后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大壮匆忙地冲进了中央车站 唯一不怕他的 只有这个老太太 一套连招之后 打得他找不到呗 这边马哥正在看着列车表 一下子就被大壮扑倒 翠花两人也及时赶到 路哥脚下打滑 一头撞进了石中 让他变成了暴石鹿 就在几人叙旧之时 无数的警察涌来 看着周围的情况 大壮呆住了 四小只也走进了包围圈 猴子也没能幸免 空气瞬间凝固 他们的命运会如何 文字幕志愿者 为什么